好来这里是C-O-C-O-E-M-E 来今天来睡觉前练练歌 来试试看这首陈淑华的《等待风起》 然后这首歌其实是陈淑华 在四海唱片时期的最后一张 应该是啦 对 然后也是他跟滚石体系合作的第一张 从下一张开始 他就正式变成滚石人了 然后我觉得之前小时候买录音带 我觉得蛮奇怪 就是东南亚的EMI唱片 然后发的专辑 在台湾卖啊 都会挂一个四海 四海唱片在那边买 对 这个也是 所以陈淑华那时候是四海 在台湾是四海的歌手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可能我不知道啦 有讲错欢迎跟我讲 我猜可能是唱片要 那个唱片公司要结束代理啊 或结束营运 然后把整个合约啊 专给滚石 滚石接手 所以后来才有这样合作的契机 到后来就正式的就加入滚石 就开创称淑华 全盛的时代啦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张专辑或这首歌 对他俩应该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然后这整张专辑 其实都很特殊啦 然后就是滚石的那些 很特殊的曲风啊 还有一些词曲的创作的感觉 对 就从这张开始了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 这张专辑 这首歌的编曲也很特殊 来 我们来听听看了 开始 等待风起 就这边啊 不觉得很特殊吗 一听就不会忘啊 等待风起 吹散我心中多年的臭意 我将远离 不期待爱情有奇迹 等待风起 有勇气 有勇气说想离开你 指引我没把握 这爱情 这爱情是否能继续 等待风起 吹散我心中多年的臭意 我将远离 我将远离 不期待爱情有奇迹 等待风起 吹散我脸颊流下的泪迹 我将远离 不再为爱你而哭泣 等待风吹开迷雾 把所有一切看清晰 把所有一切看清晰 等待风吹醒我心 有勇气说想离开你 指引我没把握 这爱情是否能继续 风吹开迷雾 风吹开眼前迷雾 把爱情看清晰 把爱情看清晰 爱是否如当初 等待风吹开迷雾 等待风吹开迷雾 把所有一切看清晰 等待风吹醒我心 等待风吹醒我心 有勇气说想离开你 指引我没把握 这爱情是否能继续 好来这里是Coco一枚 要结束了 拜拜 嗯